近日網路流傳一段影片稱台中市東區某檳榔湯有檳榔西施穿著新糧與店內工作並至店外販售檳榔的情勢 幾乎一不蔽體本所警方獲報後立即展開調查已經迅速將該名女子以及拍攝影片的員工以及相關負責人查期刀案並以製作筆錄完畢 以請台中地檢署偵辦 據了解該名員工以及女子友有如此的行為是為了招攬客人增加業績才有這些不法的行為 本所將針對此行為繼續的加強取地機場不容許不法行為挑戰公權力 持續維護市民良好的生活環境 設定品 谢谢观看